夏天到了里头恰亚亚 交通局表示7月起 已经是逐步在市区的部分路段 缩减耗制的周期秒数 减少红灯的停等时间 还有晒太阳的时间 交通局也会持续观察 车流疏解的状况 事实的检讨来调整 从7月起的中午时段 再兼顾车流疏解效率 还有行人安全通行的需求下 选择次要的道路 来减少耗制的周期方式 达到减少道路同灯的停等时间 将圆周期150秒的 调降到120秒的运作 减少用路人的停等时间